当大家笔心的手势还停留黄志烈带火的这个姿势时,韩国笔心已经不断进化,初心的集中新手势了。 韩国人对于笔心的执着已经到了一种令人费疑所思的地步,不断看发着身体新潜能。 新的笔心手势在国内娱乐圈也渐渐流行开来。 第一种是飞吻加笔心,结合起来的方式,之前大家觉得单手笔心的这个姿势像是在数钱,有些愚蠢,但和飞吻一结合那画面马上就不一样了,特别得了。 且看车引游政治版演绎,弟弟害羞版演绎,赵丽颖休息了几个月后,现在已经正式出关了。 在前几天的粉丝见面会上,她一起粉丝修身连体酷现身,纤细漫妙的身材力破还越翻越传闻。 在活动结束临走前,银宝不断和粉丝挥手再见,还献上了飞吻笔心,笑容超前。 乐华妻子之前在泰国粉丝见面会现场,Justin就剩了一把加强版飞吻笔心,插回完的小哥哥,乐华丁泽然,这波比新加飞吻加Wing收下了。 不过估计是这阵子太累了,小哥哥脸上看起来很疲惫和憔悴哦,都有眼带了。 王河地位最近举行的粉丝加年华献上的一则福利,没错当然就是飞吻笔心了。 大叔雷佳音有你盘比新,他的性格真的太可爱了。 N、星、N、X、九少年团五加成,连环比新,对粉丝来说简直是暴击。 邓罗和杨子主演的小蜜城沉浸如霜正在热播当中,为了宣传兴趣可把他们给忙坏了,但还补忘了各种聊粉。 邓罗刚出道的时候一直get不到他的眼,现在分分钟被聊得怦然心动。 主演之一的罗云西小哥哥,最近在参加玩某活动,后,平平回头比新加飞吻和粉丝说再见,好暖。 第二种比新手势,紧握拳头,左右两手拇指相笛和挖曲之后的左右食指相笛就完成了这个动作,被不少网友吐槽看起来颇有避疑的意思。 之前亨利和爱堂哥为了在韩国宣传新电影,入乡随缩的学了这个比新的手势,亨利学完是一脸的猛逼,爱堂哥就调皮了,自创的天鹅是比新。 这个韩国人想不出来,乐巴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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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比新不仅永远不会过时,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,相聚老师这种老干部,不太关注这些热点潮流。 其心当天他刷了一张自拍,鸡爪子是比新让人笑到停不下来,还有网友调侃像是个伤口上撒盐。 是比新界的一股泥石流没错了,日常靠蒙混过挂,最后,付上比新大权,能全部做到的就付你。